澳門金黃棺中國大酒店 兩個尼泊爾籍保肝 先後確診新冠病毒 和早前一宗由土耳其輸入的個案相關 今天起展開傳聞檢測 轉澳門記者黃偉接 最新確診的是32歲尼泊爾籍男人 是用在隔離酒店的金黃棺中國大酒店做保安 他27歲同鄉同事前一晚也確診 兩人已經接種兩劑國藥疫苗 澳門當局說 早前有一宗由土耳其輸入個案 兩人都在這名患者檢疫樓層工作 主要負責量體溫 當局說新冠病毒在社區傳播和爆發風險極高 凌晨進入即時預防狀態 所有離境人士需持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52個檢測站24小時開放 9月25日下午3點至9月28日下午3點 就是啟動全民核酸檢測的計劃 希望各位市民就要理解 採取一系列的措施 目的就是為了最大程度保障我們大家的生命安全 亦都請各位職位配合 被問到會不會考慮關閉賭場和娛樂場所 歐陽如話正在不斷研判包括紅馬和黃馬的核酸檢測情況 將會視乎結果決定是否採取正一步措施 珠海市政府亦都宣布 即日起珠澳口岸入境人士 需持24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明天清晨6點至下個星期三凌晨零時 一般入境人士需集中隔離14天 在關閘附近的工人體育場核酸檢測站出現長長人龍 趕去做檢測過關回珠海 有人不滿 無線電視轉澳門記者黃慧之報道